自取为武山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为拍这部戏徐克筹备了五年 而且为了激发创作灵感 他带着创作团队亲自来到东北雪园体验生活 在没网没信号的雪山 于是隔绝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发现最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 为了让摄像机正常运转 技术团队提前一年到东北进行实地测试 结果测试完成后却搁置了近两年才开机 好不容易等到开机却盼不来大雪纷飞 最后不得不花钱在北京人工搭建了雪景 更要命的是 剧组转战东北小星安宁后 遇到了几年不遇的暖冬 戏一直拍雪一直化 最后又花了一笔钱买雪不紧 剧组在开机四年前就敲定了张汉宇 结果一等就是三年 但杨子荣是他儿时的偶像 都已经等了四十多年了 不差这会功夫 而梁家辉的参演却是来之不易 银戏鼓折的他并没想参与这部戏 但在金妈奖典礼上遇见了热情的张汉宇 在他的劝说下 他有了坐山雕 但金组后他却后悔了 全剧组最丑的一个就是他 好在每天化妆几小时 大家都没认出来 更可怜的就是 化妆后想醒鼻涕都难为情 因为这个工作自己不能单独完成 而得靠工作人员用棉签帮忙 这下萧雄形象瞬间全舞 这部戏最烧钱的就是这只老虎 徐岛花了两年的时间研发老虎 仅仅在广州动物园捕捉真虎的各种动作数据 就花了一百多万 最后由中韩八家公司合作完成了包括 微虎山原始森林在内的一千多个特效镜头 总费用高达两千多万 虽说老虎花了大价钱 但张汉宇却受了老罪 短短三分钟的戏 愣是拍了十五天 天天爬上爬下 零下二三十度的天 衣服全部石头 最狠的一次连续拍了二十四个小时 收工时动作知道 远兵都是被插着上车的 为了这一戏拼命的还有林更新 没当过兵的他 在戏里过足了军人的瘾 有一场翘翘的戏份 他主动要求不用击身 亲自上阵 而且不计微氧 最危险的是一场埋身雪里的戏份 一头插进雪里 不仅不能呼吸 而且一场寒冷 最后戏拍完了 脸和脖子都冻伤了 每年四月份 血开始融化 为了抢血 剧组分成AB两组同时进行 而这个剧组 最特殊的就是还有一个多达96人的栏目组 他们负责在外景地现场 搭建五米高的木质栏目背景 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而且为了抢时间 单单剧组司机就超过了一百多人 而让剧组陷入危机的 却是一场暴雪 山里高压电线发生故障 剧组里连续六天停水停电 每天卸妆都是靠瓶装水 如果再持续下去 就得靠雪水过日子了 而在积雪一米多深的雪山排袭 最怕的就是漏人 所以剧组过段时间就要暴树 生怕有人被雪埋了 雪莲是原著里蝴蝶米一改编过来的 也是徐克为云南量身定做的翻新角色 他的出现为全篇增添了一层悬念 所以徐克得意地说 云南才是全篇的吸引